原素周期表上有一组元素叫做稀土 稀土到底是什么土 为什么大家谈土色变呢 战机 雷达 航母和科幻的激光武器 究竟和稀土有什么关系呢 军事科技将为您讲述 决战元素周期表之 稀土不土 2019年4月10日 矿产资源贫乏的日本 宣布在本国经济区海域深处 发现了储量高达1600万吨的稀土资源矿 可供全世界几百年之用 8月15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由意向丹麦收购格林兰岛 8月18日遭到丹麦拒绝 并声称此次购买的想法十分荒谬 专家表示 美国提出购岛 体现了美国想在稀土争夺战中 拔得头筹的野心 9月9日英国宣布将非洲唯一活跃的稀土矿的产量提高近20倍 而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响应美国的号召 应对稀土危机 那么稀土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土 为什么会这么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呢 稀土是来自蓝系的15个元素 加上炕和乙一共17种元素 1787年 人们在瑞典的小镇伊特币的黑色矿石中 发现了第一个稀土元素 将其命名为乙 随后将近100年的时间内 化学家们发现 总有那么一类化学性质相近的元素 它们可以共存在矿物中 并逐渐地发现了十余种新元素 其实稀土并不是土 只是当时人们将不溶于水的 固体氧化物称为土 又由于当时的地域和认知的局限 人们认为这类元素是很罕见的 因此统称其为稀土元素 稀土其实不是土 而是来自元素周期表第六周期 第三富足的蓝系的15个元素 蓝氏仆女 颇山友 嘎特敌火 耳丢异炉 加上与蓝系相关密切的 抗和乙共17种元素 统称为稀土元素 事实上 稀土并不稀有 稀土元素在地球中的含量并不低 其中风度最高的氏元素 与同接近 而含量最低的鲁元素的风度 则比金银薄等贵金属的风度要高 那么究竟什么是稀土呢 实验员庞云豪在今天的实验环节中 为我们准备了一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能手机 那么智能手机和稀土元素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机的屏幕 手机屏幕最早它是黑白屏的 之后发展成单色屏 比如说蓝色屏 蓝屏之后 就发展成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样的智能手机 可以高像素还原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色彩 智能手机屏幕里 实用了稀土元素蓝 特 蒲 有 底等 用于颜色显示 由于这些稀土离子具有丰富的发射光谱 所以不仅被用在了手机屏幕上 也常用于计算机显示屏 电视显像管等设备上 那么手机上还有哪些稀土元素呢 好 经过一番努力 这个手机总算是被我拆解完毕了 现在这些零部件已经散落在桌子上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听筒 也就是这个手机的扬声器 这个部分呢 这个零部件 一般都是需要有磁铁这样的物质存在的 扬声器的工作原理 是电流通过磁铁组成的磁电路内的线圈 通过振动体的上下振动发出声音的 这其中的磁性线圈就是由稀土元素 用于话筒和扩音器 铝 刻和笛用于震动单元 锡 铜 银和铅用于焊接手机内部电路等 一般一台智能手机中 乙 银和有这样的稀土金属元素 占了不到1%的质量 不过却是手机实现关键功能 必不可少的金属元素 由此可见 从手机原料提供到生产过程中 会消耗数量可观的稀土 今年8月 据英国媒体报道 受到稀土危机的影响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表示 一些旧手机中含有稀土元素 英国的家庭中 有4000万部淘汰或不再使用的 移动电子设备 因此为支持他们的盟友美国 来建造上千架的F35战斗机 他们提出了用旧的电子产品 来提炼稀土元素 这件事情可不可行呢 据统计 回收每10万个智能手机 从中能提取的稀有金属量 仅为32公斤 就算英国人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 并且把4000万部智能手机 全部收回 那么可以提取的稀土金属量为 12800公斤 而制造美国最新的一架F35战斗机 所使用的稀土中的金属元素 约为450公斤 12800公斤稀土 大概可以造28架F35战斗机 也就是说 就算英国民众全民捐出自己的备用手机 也造不了30架F35战斗机 这里美国计划建造上千架的F35的目标 可是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 就算英国人如此的大费周折 开展回收二手手机业务 到头来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1990年的海湾战争 是一次现代尖端武器的大检阅 同时也宣告了人海战术的终结 在海湾战争中 高技术武器爱国者导弹名声大噪 它能够准确地拦截伊拉克部队 来袭的飞矛腿导弹 这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呢 爱国者导弹 能够准确拦截飞矛腿导弹 最重要的是整个防御系统里 最先发现敌方来袭导弹的 无源向控阵雷达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款雷达 相比较一般的机械扫描雷达的优势 在于它的电子扫描灵活快速 并能形成多个独立控制的波数 可以对付多个目标 进行搜索 探测 识别 跟踪等任务 一部向控阵雷达 可以起到多个专用雷达的作用 同时它还具有反应时间短 数据效率高 抗干扰能力强 可靠性高等优势 那么为什么无源向控阵雷达 比普通机械雷达多这么多优点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的 山谷磁体被称为吸图永磁性材料 它体积小 重量轻 结构简单 工作可靠 散热好 效率高 提高了整个导弹防御系统 对来袭目标的精准定位 快速机动反应 迅速拦截的能力 同时 山谷磁体 在爱国者导弹制导系统中 还用于电子数据胶 由它将数据快速精准地 传递至导弹的操纵面 在导弹的每一个聚胶制导装置中 有5到10磅的磁体 这时收到指令 已经发射出去的爱国者导弹 会根据地面精确计算的数据 来调整自己的航线 完成精准拦截 除了山谷磁体之外 还有一种稀土永磁材料 也在实战中 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2017年4月7日 叙利亚当地时间凌晨4点40分 美国海军位于地中海的两艘军舰 向叙利亚霍姆斯附近的一处军用机场 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 其中58枚命中并摧毁基地目标 其中包括20架飞机 从后来披露的袭击现场照片来看 我们能看到这次空袭效果明显 特别是对机库的打击效果 导致机库内战机已经完全损毁 而机库本身却安然无恙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战斧巡航导弹发挥了如此出色的打击能力呢 这完全得益于战斧巡航导弹中使用了大量的稀土材料 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内的数据传输 雷达搜索 导航设备 地形匹配等系统内 都使用加入了稀土元素女的稀土永子材料 战斧巡航导弹中的稀土元素女 其强大的雌性特点 使得战斧巡航导弹 在航行中不仅可以采用惯性制导 同时还可以使用地形匹配 和卫星全球定位修正制导 可以自动改变飞行轨迹 速度和高度 甚至在高楼大厦中穿梭 还可以在距地面十几米空中飞行 由于个头小 加上表面又吸收雷达波的涂层 敌方雷达很难发现它 隐蔽也很好 完成精确打击之后 还可以回传打击效果 实时进行战场的损伤评估 正是由于稀土永子材料的加入 使得这款巡航导弹 就变得更加智能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女铁棚磁铁呢 女铁棚磁铁中 含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女 它可以吸附本身重量的640倍的重量 比普通磁铁的磁性要高上上百倍 因此被称为磁王 在这一轮的实验中 实验员庞云豪为我们准备了两块同体积大小的磁铁 分别将对回形针和1.25公斤的杠铃配重块 进行磁力实验 那么究竟哪一块磁铁是磁性超强的女铁棚磁铁呢 好 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两块体积大小相同的磁铁 那么其中有一块是传说中的女铁棚磁铁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个小实验来探究一下 哪一块才是真正的女铁棚磁铁 好 首先我先用我右手边的这块磁铁来去吸附这些回形针 瞬间就把所有的回形针都吸附起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用这一块磁铁 左手边的这块磁铁去吸附桌面上的回形针 看看有什么反应 好 这一块磁铁几乎也把桌面上的所有回形针 也都可以吸附起来 在用回形针测试磁力特性的这轮实验中 同体积磁块的磁性看上去不相上下 那么接下来这两块磁铁 谁能吸起1.25公斤的配重块呢 那么我们先用这一块磁铁来去吸附它 不太成功啊 那我们再加一块磁铁 看看两块磁铁能不能把它吸附起来 看来这两块磁铁也吸附不起来 这个1.25公斤的重量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的这个磁铁 非常轻松的就把这个配重拎起来了 而且非常的牢固 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吸附力真的是非常强 好 足以证明啊 这一块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铁铁棚磁铁 通过两轮的磁性大比拼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轮对回形针的磁力实验中 虽然两块磁铁都可以吸起同样重量的回形针 但普通磁铁在这一轮的实验中 过程相比较 铁铁棚磁铁铁却要慢很多 在第二轮对配重块的磁力实验中 铁铁棚磁铁的磁性已经毫无悬念地显现了出来 添加了稀土女元素的女铁棚磁铁 它体积小磁性大的特点 使得战斧巡航导弹 不像传统的巡航导弹一样 有着庞大的身躯 拥有短小身材的它 不仅拥有超长射程和极佳的精度 而且短小的体积 可以使其灵活地部署在多种平台上 使它在美国发动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 得到广泛应用 已成为美军实现战场凌伤王构想的 主力兵器之一 稀土永磁材料 在武器装备上的使用非常广泛 小到电气电路 大到坦克战斗机 不管是在太空中环绕的人造卫星 还是在天空中飞行的导弹 或是在地上的雷达 都离不开稀土永磁材料 如果没有了这种材料 上述的这些武器装备虽不至于瘫痪 但是整体性能和战斗力将直线下降 2019年7月19日 美国海军宣布 此前击落了一架伊朗的乌人机 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 美军的舰载防空武器将其击落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采用激光武器 他们称这次动用激光武器 来击落伊朗的无人机 所产生的成本远远低于外界的猜测 美军今后不再需要出动 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的导弹 这种舰载激光武器 每次使用的成本 仅需要数千美元即可 那么有着死亡射线之称的激光 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究竟是哪种元素 让这种武器最终成为了可能呢 在这一轮的实验中 实验员庞云豪准备了一支激光发射笔 他将使用激光发射笔 分别对火柴和气球进行激光测试 看一看一支普通功率的激光发射笔 可以造成多大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激光笔 去照射火柴 来看看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实验员庞云豪 首先将对一根普通的火柴进行固定 然后将使用激光发射笔 对火柴头进行灼烧实验 现在我们就要点亮这个激光笔 好 这个火柴已经开始冒烟了 好 火柴很轻易地就被这支激光笔点燃了 在第一轮的火柴实验中 通过激光对火柴头的长时间照射 火柴头温度升高 最终被点燃 在第二轮的实验中 实验员庞云豪将使用激光发射笔 对气球进行实验 首先将气球内部打满气体 然后进行固定 第一轮的实验环节中 激光发射笔对气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激光笔去照射气球 看看会发生什么 三 二 一 发射 在第二轮的气球实验 当激光照在气球上的时候 气球表面就会吸收激光的能量 温度就会非常高 所以气球就被点破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一支普通功率的激光发射笔 就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威力 那么各国正在研制的激光武器的威力 将会更令人恐惧 激光本身并不神秘 它是二十世纪以来 既核能 计算机 半导体之后 人类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 从超市的条形码扫描器 激光打印机 激光笔等 早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出现在了大量的科幻电影中 然而正如所有先进技术一样 激光也不可避免地 在军事领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力 在今天已知的三百二十种激光晶体中 其中掺杂稀土元素的 就有二百九十种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稀土发光材料具有纯度高 吸收能力强 转换效率高的发光特性 使稀土成为激光晶体 不可缺少的激活离子 极大的促进了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 成为现代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一轮的实验环节中 我们将进行一场化学的发光实验 来看一看究竟是哪些稀土元素的发光特性 让激光成为武器的呢 那么这些元素又是如何进行发光的呢 今天来到我们原理实验室的呢 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陈静博士 陈老师你好 今天啊您给我们带来了三种特别的稀土材料 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今天我们带来的三种元素呢 分别是女 有和特 这三种元素呢 在稀土里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女 有 特离子 因其颜色纯度高 吸收能力强 可发射光普多 耐高温能力强等优异的发光特性 被广泛应用于激光测距仪 激光雷达 激光制导武器 甚至激光发射系统 那么在前面的稀土磁性实验中 元素女已经表现出了其优异的磁性特点 那么在这一轮的发光测试中 女的表现会如何呢 今天呢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氧化女 氧化女呢可以在这个盐酸里面溶解 那么溶解得到后的液体呢 就是这个氯化女的液体 在普通灯光下 氯化女液体呈浅褐色 而在节能灯下 氯化女液体则呈淡紫色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轮实验中 有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氯化有固体放到烧杯里边 我们加一点乙醇把它溶解 现在我们从这个烧杯里取出 溶解在乙醇当中的氯化油 氯化油晶体在乙醇中充分溶解 普通灯光下呈透明状 而加入配体之后 通过紫外线的照射 液体则变成了红色 那么在接下来实验环节中 特离子的发光会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试管里面 来观察它的这个发光的实验 就在现在这个单独的这个特 在紫外灯下是没有发光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配体加进去 在加入了乙醇之后 液体在普通的灯光下是没有颜色的 而加入配体之后 通过紫外线的照射 液体呈现出了绿色 通过三轮的实验可以发现 稀土元素中的铝 有 特 在不同颜色的灯光下 发射的光谱颜色较多 转化率高 吸收能力极强 满足高能激光武器 对光束的高功率输出 高质量和小型轻量化的特点 到目前为止 大约90%的激光材料 都涉及到稀土元素 加入稀土元素之后的激光 利用稀土元素的高纯度 可以使其用光速飞行 每秒30万公里 任何武器都没有这样高的速度 其次 利用稀土元素的高转换效率 一旦瞄准 就可以立刻击中目标 用不着考虑提前量 另外 稀土元素的强大吸收能力 可以使激光武器 在极小的面积上 在极短的时间里 集中超过核武器 100万倍的能量 还能很灵活地改变方向 没有任何放射性污染 同时 激光武器 反应时间短 和拦击突然发现的低空目标 用激光拦截多目标时 能迅速变换射击对象 灵活地对付多个目标 打仗就是打金属 人类战争能力的提升 就是对元素操纵能力提升的过程 被称为新材料保护的稀土 能够大幅度提高 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号称现代军事科技的维生素 由于稀土中的17种元素 物理化学性都十分相似 从含稀土的矿物中 提取单一的稀土元素的过程 极其复杂 这就使得大部分国家的稀土材料 全部依靠进口 稀土的提炼有多难 我们先看看稀土 它存在的环境 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块 稀土矿石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矿石 它是有各种杂质 除了稀土元素 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元素 那么我们的这个稀土元素 就存在于这块矿石之中 那么这样一堆我们用肉眼 无法去区分的稀土元素 我们用什么方法提炼和萃取它们呢 在这个环节中 实验员庞云豪准备了在外观上 看上去很像的盐和味精 同时也准备了水和油 两种液体 我们都知道 盐可以溶于水 但不溶于油 而味精 溶于油 但不溶于水 那么庞云豪 将怎么分离出盐和味精呢 庞云豪首先将水和油 分别倒入模拟器中 然后使劲搅拌 让两种液体充分接触 下面我们就要把这个 刚才象征着稀土元素的 盐和味精的混合物 放到我们的设备当中 好 下面我就对这个油水混合物 进行充分地搅拌 通过搅拌 让盐和味精分别充分地 进行溶解之后 停下来 让水和油分层 经过一番等待 我们发现这个油和水 已经分好层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导管 给它打开 让水和盐的这个混合物 能够流出来 此时从导管中流出的水里面 含有大量的盐和少量的味精 而留在模拟器中的油里面 则含有大量的味精和少量的盐 需要的纯度越高 重复提炼的次数就越多 通过盐和味精的模拟萃取实验 我们可以发现 稀土的串集萃取法 将更为繁琐和复杂 这稀土每个元素均有特性 各个身手不凡 在高精尖端科技领域各显神通 目前由稀土元素生产的 稀土永磁 发光 楚清 催化等功能材料 已是先进装备制造业 勤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 不可缺少的原材料 在军事上 稀土的加入可以大幅度提高 用于制造坦克 飞机 导弹的钢材 铝合金 鎂合金 钛合金的战术性能 另外 稀土还可以用作 电子 激光 核工业 超导等 诸多高科技的润滑剂 稀土科技一旦用于军事 必然带来军事科技的跃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